美國海軍錢亂灑 像個最翻了的水手 美國海軍未來將花費70億美元 在超級隱形驅逐機 及昂貴戰鬥機上 總支出將比澳洲每年的GDP還要高 海軍特別挑選了這些高價品 雖然小一點的新一代接罷款 及低科技的驅逐艦便宜太多了 這些昂貴的計劃其實問題不斷 F-35戰機進度不斷延誤 也幾十億美元預算報表 祖母福爾驅逐艦也因預算的問題而大看規模 不過歷史見證數量勝多一切 這點中國及伊朗很清楚 他們也在磨練不對稱戰爭 來抵抗美國先進的武器 如果美國的國防部不調整大花費的習慣 他們這一波的優勢將很快被推翻 美國應該擴展軍事預算 還是凱之處呢 剛才影片你還喜歡嗎 趕快幫我們按個讚啦 或者是幫我們收藏到我的最愛 愛... 愛你喔